温家宝鼓励一族群众发展经济 尽快改变贫困面貌 并且要倡导现代文明生活方式 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0号晚 温家宝在昭爵县主持召开座谈会 温家宝对四川爱滋病防治工作 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 他说 要按照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有关部署 认真做好爱滋病防治各项工作 当前要扩大宣传教育覆盖面 扩大监测检测覆盖面 扩大预防母婴传播覆盖面 扩大综合干预覆盖面 扩大抗病毒治疗覆盖面 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梁山的爱滋病防治形势依然严峻 目前最为紧迫的 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和贯彻好 大小梁山综合扶贫规划 和梁山州爱滋病防治工作五年规划 加大扶贫力度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加强禁毒工作 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第四届会员大会 今天上午在北京召开 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贾清林 在全国政协礼堂 会见了前来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 和千人千村新火扶贫工程 贫困地区大学生村官代表 贾清林首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 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向各位代表和长期以来 关心支持扶贫开发事业的社会各界人士 表示衷心的感谢 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 中国扶贫开发协会 为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发挥的重要作用 对从事扶贫开发工作的同志 千方百计为贫困地区做好事 办实事解难事 创造真情扶贫的新业绩 给予高度评价 贾清林说 扶贫开发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一项长期历史任务 帮助贫困地区尽快脱贫致富 需要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 付出更大的努力 他指出 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到2020年 基本消除绝对贫困现象的奋斗目标 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 就深入推进开发式扶贫 提出了新的要求 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们要充分认识 做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性 紧迫性和艰巨性 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 全面提高减贫成效 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 贾清林对做好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提出四点希望 第一 围绕目标加大力度 围绕新阶段扶贫开发的目标任务 因地质疑探索符合各地实际的扶贫方式 多渠道增加扶贫资金的投入 进一步提高扶贫开发工作的 针对性和实效性 第二 统筹规划突出重点 在国家即将确定的 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集中实施一批教育 卫生 就业 社会保障等民生扶贫工程 培育壮大一批特色优势产业 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 着力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 第三 广泛动员 形成合力 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把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织起来 形成强大合力 帮助贫困地区加快发展 第四 加强基层 巩固基础 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 把扶贫开发与基层组织建设 有机结合起来 坚持党在农村的各项基本政策 以强村富民为目标 以强基固本为保证 不断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 要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 努力使他们成为扶贫开发 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生力军 回梁玉 李金华 顾秀莲 一同参加会见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 今天在中南海子光阁 会见了法国前总理拉法兰 和人民运动联盟总书记柯佩 李克强高度评价拉法兰 长期以来为中法关系发展 做出的贡献 祝贺柯佩出任法国执政党 人民运动联盟总书记 李克强说 当前中法关系面临良好局面 胡锦涛主席访法期间 两国元首就建立互信互利 成熟稳定 面向全球的中法新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达成重要共识 在新的形势下 中法双方应进一步加强 在国际和地区重大问题上的 沟通协调 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 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李克强说 中国共产党重视发展 同人民运动联盟的 友好合作关系 愿共同努力 进一步增进了解 深化互信 为推动中法和中欧关系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拉法兰表示 愿为加深两国人民友谊 而积极努力 柯佩表示 人民运动联盟 愿加强与中国共产党的 党际交往 为促进中法合作交流 发挥积极作用 吉林省前安县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 贾清林同志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活动的联系点 在创先征优活动中 前安县把实施 复县育民 和谐稳定 服务民生 和顾本强机等四大工程 作为最核心的任务 组织实施了 高校农业建设 中电网 新风能发电 哈达山水利枢纽 大部苏尼林 旅游基础设施等 一批重点项目 前安县还把改善民生 服务群众 作为创先征优活动的 工作导向 先后投入1000多万元 改造了民生大楼 建立了基层党组织 服务民生 指导服务中心 18个乡镇社区 建立了服务民生 工作总站 164个行政村 全部建立了 服务民生工作站 全县形成了 上下贯通 立体覆盖的 服务民生工作网络 今年 前安县发生特大旱灾 县里组织开展了 共产党员先锋行动 在一线活动 县里党员帮扶队子 2300多个 帮助群众抗旱旧灾 通过热点问题的解决 和四大工程的打造 增强活动的凝聚力 让群众广泛参与 以党舰 带群建增强活动的推动力 广东省增城市 是中国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长春同志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联系点 在创先征优活动中 增城市遵照李长春同志 增城要在创建高水平的 科学发展示范式过程中 始终走在前列的要求 进行多种形式学习宣传 形成了党员带动群众 党内带动党外 创先进 征优秀的西人局面 西境村是增城 一个传统农业种植村 眼下正是菜心成熟的季节 这几天 党员干部都忙碌在田间地头 周志堂是村里的种植能手 作为东挂菜心行业协会 党支部的党员志愿者 他负责定点联系 九家种植户 通过支部加协会 加农户 支部加绿道 加农户的模式 充分发挥党支部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 今年小楼镇 种植冬瓜菜鲜的面积达到一万九千多亩 可为农民增收近七千万元 我们在开展创先征优活动中间的每一项工作 必须是看得见摸得着 有时效的 中央宣讲团今天在天津 河北 辽宁 上海 就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做了报告 宣讲团成员围绕我国十一五期间 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宝贵经验 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 主题 主线 主要任务和发展目标 联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当前热点问题 运用大量客观详识的资料 讲解了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 让在场听众深入了解了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方向 今天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 十一月份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也就是PMI为55.2 环比上升0.5个百分点 这是PMI指数连续第四个月出现回升 预示着经济景气度提高 由于上个月新订单和采购活跃 十一月 生产量指数增长明显 达到58.5 另外 本月购进价格指数为73.5 比上个月上升3.6个百分点 连续四个月出现大幅上升 并创出08年7月份以来的新高 全国学前教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今天在北京举行 会议强调 要认真落实教育规划纲要 和国务院关于发展学前教育的意见 把解决入园难 作为实施教育规划纲要的重点任务和突破口 加强领导 屡职尽责 真抓实干 会议指出 要突出公益性和普惠性 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 公办民办并举的 以发展普惠性幼儿园为方向 以幼儿为本 服务群众为宗旨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加快提高学前教育发展水平 广东省迎接广州2010年 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动员大会 今天召开 会议强调 要借鉴广州亚运会的成功经验 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 以更加饱满向上的热情 无私奉献的作风 尽心竭力的态度和细致周到的服务 全面进行部署 迅速启动亚残运会各项工作 确保实现两个亚运同样精彩的目标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 海关税收由1980年恢复征收时的31.8亿元 增长到今年将超过1.2万亿元 累计征收税税款7.5万亿元 海关税收年均增长21.6% 2010年度全国残疾人状况 及小康进程监测报告 今天在京发布 报告表明 我国残疾人的收入水平 社会保障等得到较大改善 残疾人小康实现程度达到57.4% 历史三年时间建设的福建平潭海峡大桥 昨天试通车 平潭海峡大桥跨越海滩海峡 连接福清和平潭岛 全长4976米 其中跨海峡大桥长3510米 国家测绘局的无人机 近日首次成功获取了西藏摩托县程的部分 高分辨率航空影像 影像将用于当地城镇规划建设和地质灾害防御 莫托位于西藏东南部 是我国目前唯一不通公路的一个县 从昨天开始 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 部分地区能见度甚至小于100米 目前一股冷空气正从新疆自西向东移动 未来两天大雾将逐渐消散 但是我国北方将再迎大风降温 受大雾天气影响 今天凌晨起 天津 石家庄 红桥 浦东 烟台 青岛等机场 航班因能见度低无法起降 目前 除天津机场和石家庄机场 其余机场随着天气状况好转 航班运行已经恢复正常 日前 银川雇原西安航线开通签约仪式在西安举行 雇原与银川西安之间的航班 在停航两个多月之后 将于12月6号通过宁夏机场公司 以包机形式恢复运营 为其一周的中国东盟青年营 日前在昆明开营 来自东盟各国的53名青年营员 种下友谊树 放飞和平哥 他们还将开展学习太极拳等活动 首届环颇洋湖国际自信车大赛 今天在江西南昌开赛 来自海内外的120多名选手参加角逐 最终中国选手刘彰安 以一小时57分30秒的成绩获得第一 菲律宾澳大利亚选手分获二三名 柬埔寨首相洪森 1号下午在金边会见了 正在柬埔寨进行友好访问 并出席亚洲政党国际会议第六届大会的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 李源潮转达了温家宝总理 对洪森的亲切问候 并代表中国党政府和人民 就金边踩踏事件 向检人民党 检王国政府和人民 表示诚挚的慰问 洪森表示 愿不断加强与中方各领域的 友好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充实中检关系内涵 11月30号 雷和国在纽约发布了一份 儿童与艾滋病评估报告说 只要国际社会积极致力于 实现艾滋病预防 治疗和社会保障的 普遍可及 并特别关注受艾滋病影响最严重的